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第29课时 SF-EPEC开发版实验8 基于M4K块的一位集存器配置反真实验 这节课呢,可能和上一节课的内容 大体相识,主要是以反真为主 还是基于 Cyclon系列的M4K 这个内部存组块来进行一个反真测试的实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介绍 一位集存器的配置呢,首先需要在MegV字中选择一位集存器 就是说,这个一位集存器嘛,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和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你输入可能说是可以一位一位的输入 但输出你可以说多位的,一组一组的输出 一位集存器 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实验的一开始呢 他没有太详细的和大家来介绍这个一位集存器是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是 顾名思义应该都能理解吧 我这里就是,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怎么配置吧 具体的,这个一位集存器内部是一个什么结构 我们在后面详细再继续讨论 我们看这个一位集存器呢,就是在我们进入这个MegV字里面 以后我们选择这个Memory Compiler 然后呢,选择一位集存器 然后呢,这边呢,还是我们照常的设置 Cyclon系列的FPJ 选择Vlog 然后这里我们最后,我们给它加一个命名 因为它的默认的目录就是我们的工程目录 我们最后给它加一个名字 我们一位集存器给它起个名字 然后点击Next,完了以后就进入这个相应的在参数设置中进行设置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位集存器是如何设置的 我们实验中,实验工程这个一位集存器呢,是这样设置的 首先呢,这是我们旗舰家族嘛 我们还是选择Cyclon 然后呢,这里是问有多宽了 Shift-In,Input,Shift-Out,Output,Bus-B 那就是说,一位集存器的输入和输出 它的位宽是多少 我们这里选择4 那就是说,一位集存器输入有4位,0到3 然后呢,它是输出 Shift-Out,也是0到3,4位 大家看到可能说这边有Tabs 从0到7,这是什么东西呢 往后我们再讨论 How we types would be like 就是这个Tabs 这个Tabs呢,相对来说 应该就是说,它内部的就是一个存储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再看这个参数吧 How wide shall be distance between types 就是说,这一个Tabs,它距离有多远 那也就是说,它一个Tabs里面 它有几个,几组的数 那么我们这里写4组的数 那我们一共有8个Type 每个Type呢,有4组的这个数 这个,这一个组呢 假如说我们说4组 这一组呢,就是一个Shift-In 或者说一个Shift-Out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一个Type里面 它有4个,4位的 因为我们的Shift-In和Shift-Out的定义呢 位宽是4 那么有4个的,4位的数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Type里面可以预存 4组的4位的计存数据 而我们有8个Type 好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数据输进来以后 我们可能说会在Type0里面 Type0里面 从Type0里面的 有4组 12344组 先是,我们可能说 这样吧 我一会儿就是简单的和大家画一个示意图吧 我们先把这个 把这个配置再说完吧 以后我们找个空白的地方 我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然后有助于大家理解吧 我们看这里是 我们现在就 也就是说这个Type的概念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刚才是定义了8个Type 我们看这里定义了8个Type 然后每个Type呢 它距离是4 那也就是说 我们经历了8个Type 这是一个Type 这是第二个Type 这是第三个Type 这是第四个Type 那么一个Type里面 它们的距离是4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Type里面有 可以有四个的 一个 两个 四个 这里有 1234 四个的 一个Type里面有 它们的距离是4 那么也就是说 它们一个Type里面有 四组的 四位的集成器 那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Type 这是第二组Type 这是第三组Type 我们这里四一图 我们不发8组了 我们就画4组 大家明白意思就好 然后在一个Type里面 它有四个 有四组的 四位的集成器 而且我们这里 也虚伏了In呢 假如说 从第一个Type里面输出来 然后从最后一个Type 输出去 那么一位 集成器的工作原理呢 就是说 这个是In Shift In 这里有四组数据 从这里输入 然后呢 到这里 我们输入 第一个时钟东西 假如因为我们 是在时钟的节拍下 工作的 因为我们看这里 还有一个Clock 然后Clock 1N 就是输入使能 它为高的时候 时钟 输入才使能 才有效 当Clock 1N 为1的时候 我们在时钟的上升页 我们锁成 第一个虚伏的In数据 那么我们第一个时钟周期 我们把数据存在这里 第二个时钟周期 数据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数据在这里 就是第一个输入的数据 跑到这来了 一位嘛 然后第二组 第二个数据呢 跑到这来了 然后第三个时钟周期 我又有新的一组数据进来了 那么后面两个组数据 依次往后移 当我四个时钟周期 结束了 到第四个时钟周期的时候 那么我输入的第一组数据 就在第一个Tab的 最后一个集成器里 最后一组集成器里面 然后呢 其他的三个一次排开 然后呢 再下一个时钟周期 第五个时钟周期 我这个第一个Tab的 第一次第一个输入的数据 我就跑到下一个Tab的 这个最末一个集成器里面来 然后一直往后推 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的原理吧 行 待会我们反真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它的具体详细的工作原理 让我们看 这里呢 还有一些就是 Ultra MF 这就是反真需要用到的一个库了 我们实际上用Ultra MotoSIM 这个软件直接调用呢 它内部已经编译好了这个库 我们是不需要涉及到这个 去找这个库文件 然后编译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细节 然后呢 这里呢 是一些模板 就是相应的会生成的一些文件 这里是立画的模板 我们也可以点击一下 好的 我们这个设计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顶层 我们先在看顶件这里还有什么啊 我们可以看顶件这里面 就是从Data Shooter里面 就是这个引出来的一个示意图吧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这个W就是这个位宽 就是一位计存器的位宽 我们刚才设置的是零三四位的位宽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M就是 就是有M个的计存器 就是刚才所谓的距离吧 就是每个Table之间的距离 那就是说这个Table 到这个Table之间距离 也就是一个Table里面有多少组的数据 能够存多少组的数据 然后呢 N呢 就是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这个Table 那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四位数据输出来 第一个数据在这里 第二个 第二个时钟周期数据 第一个数据跑这儿来了 往后挪了一维 挪了一组 然后第二组数据就是进来了 一次往后推 一次往后走 到最后输出的 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 我们这里是四个 距离是四 然后呢 有八个Table 那三十二 那三十二个时钟周期的时候 也许 最后第一个数据已经到这里了 第三十三个时钟周期 就输出第一个数据 往 就是 修复的out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Table呢 刚才我们看 我们的接口里面都引出来了 每个Table 就是每个四个时钟周期 我们看到这个Table的输出 那就是 第四个时钟周期开始 Table输出就会有 就是 就会 有变化的 一会儿我们可以详细的看 好的 那我们可以就着这个代码 我们再 来讨论一下 这个例话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时钟使能 我们用护卫信号 护卫信号呢 我们这个护卫信号呢 就是必须是高电频 那应该是低电频护卫了 高电频的话 就是让它工作 我们护卫信号是低电频 有效 低电频表示护卫 那高电频就表示正常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 RSDN和这个CLKEN 就是连接上 然后呢 时钟信号 就是我们外部的时钟信号 然后呢 Shift-in 就是输入了四位的一个数据 Shift-out 输出的四位数据 然后呢 这里有Tab 0到7 就是八组的Tab输出 就是 就是前面所说的 在这个位置的一个输出 这个输出呢 实际上可能对我们暂时 可能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这个实验里面 可以把它引出来 我们来观察这个数据 和我们这个设想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样一个工作方式 是否吻合 好的 那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TestBench 看看 Simulation ModelSIM 然后呢 TB 在这个TestBench里面 这里是对这个 被测试工程 做了一下立化 然后呢 这上面呢 比如说这个REG 都是我们这个测试脚本的输出 那么也就是 给这个 被测试脚本 被测试代码的一个激励 然后呢 Wire就是我们观察的 我们从被测试脚本 得到的一个观察信号 一会儿呢 我们可能就是通过 观察这些信号 看我们输入的 和输出的 是否温和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是简单的 这里是一个时钟产生 然后呢 刚开始有个复位 我们来ShiftedIn 为高阻态 然后呢 我们一次 有70个时钟动机 我们一次来送这个 随机的 数据 REG 这个语法 是一个 获得一个随机的数据 然后又移18位嘛 因为它正常 应该是32位的 不对 ShiftedIn REG 我们其实应该 又移28位 正常呢 就在这个Windows下呢 应该是32位的 随机的数据 32位 我们又移28位 我们就取最高四位 作为我们的随机数 好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脚本 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一会儿 TBM4K 然后这边是MEMCOF 我们记住 然后我们在这个 ETA2O Setting里面 设置一下 我们这里 我们需要设置 使用ModeSimOtler 这里是1纳秒 然后呢 这里我们需要 选择一下TestBench 这里呢 我们刚刚复制了 然后被测试的脚本呢 是MEM 忘了 我们来看一下 被测试脚本 是立化的一个名字 是叫做什么 是MEMCOF 然后呢 我们选择测试脚本 在这里 Add OK 好的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下反证 因为这个工程已经编译过了 大家在反证之前呢 最好 门级反证其实也不一定编译了 但是你可以 必须要检查一下 你的工程里面 是否有迂法的问题 如果做门级反证的话 必须说经过是中和 然后不具不限完以后 你才能够做这个门级的反证 我们需要稍等一下 嗯 好的 我们来看 我们先把它全都设置成 Unsight 5符号 这个实定制的整形数据吧 右键 我们选择随其Unsight 好 那么我们可以 嗯 我们可以先观察这个前面 前面都是复位阶段了 复位时间可能比较长 让我们看 开始送数据的时候 嗯 嗯 时钟 嗯 我们看第一个时钟周期 我们送这个shift in 送数据1 然后呢 我们看到第四个 第二个送12 第三个送8 第四个送11 然后第五个时钟周期 刚才也说到了 这个shift taps 0 它就会有输出 就是输出这个1 然后呢 下一个时钟周期 它就输出12 一次的在这个taps 1 taps taps 0 就是taps 0 在第一个taps里面 taps 0 它就会在第五个时钟周期 开始一次输出 这个输入的数据 然后呢 第九个时钟周期 开始应该说是taps taps 1 它会有输出 就是一次的 就是前面taps 0 从第五个时钟周期 开始输出的数据 相应的往后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这个波形 它是 这是第四 第五个时钟周期了 那么它开始 从1到12 开始往后输出 然后呢 我们再数四个时钟周期 第九个时钟周期 这里开始 它也往后输出 从1到这 然后相应的 相应的 每隔四个时钟周期 就有一个新的taps 它会有产生输出 因为我们的taps 距离是4 好 我们看到 到这个 我们4 8 3 4 第33个时钟周期的时候 这个 这是第29个时钟周期 type 7 它有输出了 然后呢 相应的 我们的shift out 和type 7 应该34个 33个时钟周期了 对不起 刚才说错了 不是第28 29个时钟周期 因为type 7呢 其实是第八个type 它有输出的时候呢 它的输出 其实像和shift out 这个 它的输出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拖到一块 比较一下 我们看 它们的输出 实际上 因为它们是一样的接口 实际上 所以 我们的数据 就一次往后输出 就是 11281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头四个数据 是不是112 对 11281 对吧 然后呢 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后第三次 最后可能不好观察 然后我们再往后是 04118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往后 是不是04118 第二组四位数据 我们04118 好的 那说明呢 我们这个一位寄存器 我想大家经过这样的讲解 应该也是能够比较好的来理解 这个一位寄存器的基本的工作原理 以及它这个接口 这个caps 这一个简单的概念 那好的 实际上呢 这个东西呢 大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 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琢磨一下 反正一下 可能也就明白了 一般呢 我们在定义这个 MegVisa 然后 它我们在我们的工程目录下呢 我们看到 我们定义 这个立化 就是立化好这个IP核以后 我们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波形图 会有一个四一图 它会自动生成的 就是基本的一个工作原理了 你看我们这里的clk1n 是十种使能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时钟周期送0 第二个时钟周期呢 可能是送A 然后第三个时钟周期呢 还是A 第四个还是A 然后0AAA 我们看一下数据是不是 00AA 应该是00AAA 我们看 我们tabs 从第四个时钟周期 123 123 4 第五个时钟周期开始 就输出00 从A 从这里开始 0A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一味输出的一个效果了 具体的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研究研究 看一看 琢磨一下 大家也可以 其实主要呢 这些东西的 还是应该参考一下 DataSheet 因为DataSheet里面相对来说 也讲的 比较 比较系统 比较 就是有官方性 就是 比较有权威吧 实际应用中呢 我们可以 就是通过反针啊 然后自己的配置啊 自己来琢磨 其实 这些实验呢 就是说 一味集成器 我们可能会有三个实验 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讲这个 一个LOOM的配置 然后呢 初始化这个LOOM 一上电了以后 就是数据呢 这个LOOM呢 是被初始化好了 我们直接调用 可能说 是用这个VJ 然后把这个 就是存好的 这个字模数据 放在LOOM里面 VJ 这个模块 把这个LOOM数据里面 读出来 显示到这个显示器上 实际上 不管说是LOOM也好 上一节课讲到的 单口RAM也好 这节课要 这节课讲到的 一位寄存器也好 它们的配置呢 其实都不是很复杂 控制起来呢 我们参考一些DT序的 也 基本上也能够明白 主要是看大家自己去反正 然后自己去琢磨一下 就是 主要是一个自学的能力吧 大家需要说慢慢建立一种 建立起来这样一种感觉 可能说我讲的这些课 有时候 确实 有时候可能说一些 从一些 知识方面 从一些 技巧方面 可能也确实能传授一些给你 但是 更重要的呢 我相信还是大家自己 多花时间 自己多去琢磨 自己 多去反正 然后呢 自己多去归纳 多去总结 这是最主要的 也是 学习 唯一的 最好的一个方法 好的 那这节课就先站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